你 馋水和豆干 王景世间一切婆事 进来说 诗句简先 费人成绝 事关重大 行也赞幸 尺粉轻薄 轻无比 于死日之内 串至五月国皇宫 喜记 大人放心 花姐定世子将情报送于五月皇宫 嗯 这份情报啊 真是事关重大 你一定要亲自去算送 除非遇到不一样的事情 自己接用 大人信任相伟 花姐定不负大人期望 嗯 很好 等你贾宝啊 贾宝啊 走错了 哎呀 坏了 字迹虽已模糊 但还是难不倒我 一份情报传送出去 一份留存已备不测 嘿嘿 我想的太周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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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还是换个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谁也想不到 花姐我居然会将最最机密的情报 放在一个人人都触手可及的地方 嘿嘿 我都被自己的机智深深的折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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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花满楼里花姐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此信事关重大 请务必于天黑之前送至吴越皇宫 花姐放心 小二 追得去 回来 你还是赶着杨出门吧 若遇危险将此信绑密杨尾巴下 即便敌人搜身也不怕了 花姐 小二知道 我开门 我开门 你先走 我等候 再不开门 放电了 务必将鸡毛信绑于杨尾巴上 切记 切记 花姐 你就是死了 我也会把鸡毛信送到的 嗯 肯定是罗话 complks虽 云war Bulks łącz下 吧 我 technologies 比赛 在想说 你都所收拾 帮 необход 我将此信送至五月皇宫 小儿一人独居 我不放心 你二人之中定有一人尘世 花姐 你放心 琵琶一定完成交托 去吧速速往五月皇宫去吧 去吧 顺便哥哥快射快射 好嘞 哇 打中了打中了 太棒了 今天晚上又有乳哥吃了 你说我们是吃红烧的呢 还是吃炭烧的呢 吃炭烧的 好 嗯好吃 嗯好吃 太好吃了 嗯 要是再撒点孜然粉 那就更好了 嗯 尺粉轻薄 请无比 于四日之内 串至五月皇宫 协计 警报 我的警报 我不会吧 不会吧 小儿 我昨天放在帐篷上的东西 是哪儿了 快叫出来 花姐 你银子丢了 这东西可比银子要紧一万倍啊 啊 花姐 那你丢什么了 小小的 晃晃的包包的一页纸 我放我帐篷上面的 小小的 晃晃的包包的一页纸 好 花姐 我知道了 肯定是张天使 昨天留下那张 驱鬼祥魔的符罩 去把他们叫下来 啊 去把他们叫下来 啊 快下路吧 啊 花姐要查了 一个一个 都给我说清楚 今日早上 谁动过柜台上的东西 依依想清楚 一针一线 都得给我一个交代 怎么了这是 花姐丢东西了 要命的东西 小二 你起得最早 你先说 花姐 我冤枉啊 我每天起得最早是不做 但是我起那么早 是为了什么 为了洗地板 擦桌子 打扫庭院 那你早上打扫柜台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花姐其实这样的 我早晨先出去 溜了一圈鸟 等我回来的时候 就遇到你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擦桌子的 花姐 你别看我呀 我老何生为人 你不知道吗 这事肯定跟我没有关系 我一大早 都给厨房 给大伙做早餐的 真的 花姐 我这才刚起来呢 正准备洗漱 就被叫到这来了 早上 都是我练习琵琶的时间 我早上确实经过柜台 不过我只卖了一斤豆干 没见过什么 黄黄的小小的宝宝的纸 李莫愁呢 他去哪了 我都会快点 红队 因为你不过我 你不过那 还到 买到 那 所以 好像 这 我 我 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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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我都查清楚了 情报找回来了 没有 完了 这回真晚了 花姐 情报我虽然没找回来 但是我能肯定 他一定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何出此言 洛天 洛天 洛天突发狂犬病而亡 在他身上并无斗干和情报 洛天暴毕 此事定有蹊跷 凶多凶多吉他 凶多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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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已过 情报之境下落不明 不日 吴越国观差 必追查到死 三十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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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心思缜密 也就无必太过谦虚了 在下对花姐这种创新的情报传递方式 也深感敬佩 花姐宁先故意设计 将乳桌位的豆干卖给洛天 又设计让洛天在半路 遭遇疯狗的攻击 豆干被疯狗抢走 花姐宁又适时地放出 传递情报的信哥 信哥为了争夺豆干疯狂的攻击疯狗 富商叼走情报 而信哥在将情报送到吴越皇宫后 正好并发身亡 情报准时准点落在皇上跟前 如此丝丝入扣的设计 如此精湛的投放方式 真正令人补体投地 佩服佩服 这次任务 果然完成得出乎意料 容我先吃块豆干 不要紧 该我了啊 三个五 不好了不好了 出炸事了 修火了 没有 棺材上门了 不是 三个小战了 都不是 我肚兜被人偷了 去 小肚子 三个五你去吧 我们继续 那家红色就金边的 早晨的时候还晾在后院竹竿上的 刚刚去收的时候 居然就不见了 许诗风大被吹到院外了 也有可能被小肚子拿去当抹布了呢 有可能被一只好色的鸟给叼走了 哎呀 我说你们有没有点常识啊 一件全新的红肚兜 三个八 荒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 你们不觉得 不觉得这事很不简单吗 三个三三个三三个三 两个狗两个圈 我信 信也没有 你们用我当吗 跑了跑了姐姐 怎么了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什么事儿 我那件肚兜不见了 绿色熊花的那件 我那件肚兜不见了 绿色熊花的那件 别习叫 于是我就过来找你了 你确定你的肚兜也是在今天丢的 千真万确 我的肚兜和你的肚兜放在一块的呀 奇怪了 这后院和厢房平时并无万人出路 好端端的 怎么就只找了肚兜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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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相思 我变态呀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哎呀 哎呀 西春你说 那个变态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 神不知鬼不觉的 来不进去无从 我看得见看得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得看得见我 我看不见得看得见我 哎呀我 哎 哎 西春姑娘见一下溜人 见一下溜人 啊 何总 何总 你翻个半夜在这干嘛呢 鬼鬼脆脆的 我还以为你是 那个啊 我那个山 我我那不是怕你们俩晚上饿了吗 整点甜点 整点汤 哎 何总 吓着你了 没事 没事 哎 这大半夜的给咱们送甜点 还是破电网头一回呢 吴世线阴晴飞剑即到 他怎么知道咱们俩在一块 啊 学不学他奇奇怪怪的 哎 你有听说没 失踪已久的彩花大道 又重现江湖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啊 隔壁入化思域的王小姐 昨天离奇失踪了 啊 墨灰 这个彩花大道 和前几天的嘟嘟大道 是同一个人 门窗紧闭 小心火烛锁好嘟嘟 我给你带我看我 明天咱们俩 请想试一下 还有个人 并且不想要 你过去 带你到的朋友 我给你带你 好吗 你怕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杜豆大道搞得 现在大家都以收藏杜豆为品 这简直就是太变态了 这价格疯狂的往上涨 比我古董涨的还快 简直是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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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半晚我到后院收衣服 我就靠乌云震 雷神滚滚的 我怕衣服都临时了 顺手把杜豆都收入屋里了 后来就忘了 我一想要求 我一想还杜豆豆这事儿吧 现在就处个什么采花大道 又处个杜豆大道 我这还就不合适了 我怕你们误为 对吧 再说了 我一想要求是在说 我一想要求我一样东西了 我下来说了 前两天我想还杜豆豆我真碰见了 是我们错怪你了 哦 何总 那现在杜兜在哪儿 现在可以乌龟远煮了吧 对啊 两位姐姐 我有个事想起我 这个 这个杜兜能不能 继续借我用两天 啊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 闻这两个杜兜 没有他们我都睡不着觉 你看这材质 真实的啊 我跟你说啊 没有他们我真睡不着觉 哎 你们